投影片母片的一個製作 投影片母片在PowerPoint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請同學仔細聽喔 這個第一頁叫做投影片的首頁 第二頁開始版面就不同 請同學點選在第二頁 接下來再點選檢視標籤 再來點選哪一個 投影片母片 母就是母親就是媽媽 就是孩子就跟媽媽一樣 我們在投影片母片做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我們來看一下點起來 點起來之後進到投影片母片來 這時候呢再請同學呢 往上移到最上面這個大母片 最大這個 注意仔細看喔 原來這個字不是白色的嗎 這邊仔細看喔 按一下編輯母片的標題樣式 不是在這裡讓你改鳥類或名稱喔 不是讓你變形容 是更改文字的樣式 什麼叫做文字樣式呢 好 請同學把它拖曳選起來 這時候在常用標籤這裡 我們把它變成黑色的 這叫做樣式 黑色的樣式 那大小呢改成66 那字體改粗的 同學可以選擇自己電腦的字型 比如說我還是使用華鋼超名體 看一下 好在這裡 好這個叫做樣式 我沒有改內容 我是改顏色 大小 字體 那改完以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選哪一個呢 這個 編輯標準模式 點一下 就可以回到我們 同學看一下 每一張投影片都改了呢 好方便喔 對不對 那這就完成了 快速完成了一個文字變更的方法 我們再改一次喔 回到投影片瀏覽 好再看一次 第一個點 檢視的投影片母片 點在第二頁喔 好 回到最上面哪一個 大母片 那同學們發現 我在這個大母片改 其他下面 這些版面都跟著改喔 所以我們喜歡在大母片改 來 再看一次喔 點框框也可以 點框框表示選到所有的文字 就是回到這裡來 我想把它改成什麼呢 我想把它改成 喔 紫色的 改完以後呢 點選這一顆 標準模式 或者是什麼 投影片瀏覽 瞬間就全部全部都改成什麼 紫色的 好 請同學再練習改改看 透過投影片的 檢視這個投影片母片 可以把我們所有的投影片 一次做完整的修改